在现代社会中 通常自居正统的人 把异己的观点成为异端 关于异端 孔子曾说过 道不同不相为谋 也就是说 孔子认为 构建好自己的思想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批判异端 在孔子身后一百多年 孟子继承了他的思想 但是在对待异端的问题上 孟子却和孔子的观点完全相反 孟子主张坚决地批判异端 同样是对待异端 为什么孔子不去批驳 而孟子却一定要进行激烈的批驳呢 孟子是如何批判异端的 他批判异端的意义是什么 孟子所说的异端 又指的是哪些思想呢 请进行关注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培荣教授 为我们讲孟子的智慧 批判异端 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异端 异端在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坏的意思 就是你提出这种说法 它称为异端 跟你不一样的称为异端 有这一端就有那一端嘛 所以在孟子的时候呢 他提到 他说你对异端啊 没有必要去批判 他说 公乎异端 施害也已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他说你去批判不同立场的说法 就会带来后遗认 我这样翻译啊 是因为配合孟子的 道不同不相为谋来说的 你跟我的立场不一样 平时之间没什么好商量的 天下路多得很啊 各走各的路嘛 也许你将来会发现 我的是对的 也许我将来发现 你也是对的 你不要说 现在立刻就要分一个 这个对错 所以异端在开始的时候 只是说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 就是异端 当你骂别人异端 别人也认为你是异端 所以孔子的立场是认为说 你不要去批判异端 那么到孟子不一样了 到孟子的时候 从孔子的思想传下来 到了战国时代中期 天下大乱 孟子发现 第一个 乱是一个事实啊 从春秋到战国一路下来 那为什么乱呢 原因之一是因为 思想方面有偏差 人的思想有偏差 就会表现在行为上 在行为上呢 就会造成各种复杂的后果 最后结果是不好的 所以这代表说 当时流行的观念有问题 所以孟子为什么要起来 批判这些不同学说呢 他认为现在是一种 洪水猛兽啊 叫做自然的灾难 但是人间的 所造成的灾难更可怕 我们谈过 叫做率兽食人 带着野兽来吃人 最后呢 人将相食 人跟人吃来吃去 人吃人的世界 什么叫人吃人的世界呢 尔虞我诈嘛 利用别人 牺牲别人了 别人还不知道 这不是人吃人的世界吗 所以孟子担心啊 这个战国时代 一路发展下去 将来中国整个毁灭了 所以他才要起来 批判这些异端 战国时代 是一个理患阅崩的时代 各诸侯国都企图 兼并其他国家 壮大刺激 而一些御用文人 更是以各种学说 游说国军 帮助各诸侯国 不择手段地 进行兼并战争 孟子认为 正是这些异端学说 造成了天下大乱 所以要对异端 进行激烈的批判 那么孟子所说的异端 都是指哪些学说呢 孟子认为说 当时天下 所有的言论 不归于阳 则归于末 他说天下人的说法 不是归于杨朱这一派 就归于末家这一派 就是末迪这一派 杨朱这个学派呢 在古代比较没有讨论 是因为他没有著作留下来 那么如果你简单问的话 孟子后来又提到一句话 说杨朱这个人啊 叫做拔一毛 而立天下不为也 什么意思呢 叫我拔一根汗毛 损失一根汗毛 对天下有利我也不做 为什么 对你们有利是你们的事 我损失的是一根汗毛啊 等于是我损失了很多力气 帮助别人 别人是别人啊 那跟我无关 我自己身体的话 身体法夫 我好好保护好 所以这是阳朱 阳朱是为自己着想 其实说到为自己着想 基本上我们并不反对 每一个人为自己着想 比如说在美国 有很多学派 讨论到伦理学方面 有一派就认为 应该是利己主义 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对自己有利 对自己有利 就是对的 就叫做利己主义 另外一派叫利他主义 我要有利于别人 才是对的 这两派其实没有必要针锋相对 比如有个教授 他主张利己主义 上课都讲要对自己有利 做任何事 都要考虑自己的需要 他有一天走在街上 他没注意到 后面一个学生跟着 他看到路边一个乞丐 大声喊可怜我吧 给我钱吧 他又套了五块美金给他 学生立刻上来请教老师 说老师 你不是主张利己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给钱 给这个乞丐变成利己呢 老师说我没有利己 我还是利己啊 因为他叫的声音太难听了 让我听得很难过 为了让他闭嘴 让他不要叫 我就给他五块钱 他不叫了 我就觉得比较愉快 我还是利己啊 所以这说明利己跟利己 没有必要矛盾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事业上人都受苦 你一个人快乐 不可能的 感情是有传染性的 孟子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有一种能力 就是把一种理论呢 推到一种逻辑上的结论 通常我们没有受过哲学训练啊 不太想这些问题 认为说阳珠有什么不对呢 这个社会上每一个人都 替自己着想 我们说个人至少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你管别人瓦上霜 你管得到吗 所以你如果说没有把他推到逻辑的结论 像孟子就推了 他说你只为自己着想的话呢 等于是你不要国君了 什么意思呢 国君需要靠你们的税收嘛 他才能好好思考国家整体的问题啊 国家发展的问题嘛 那你通通像为自己着想 那谁来做大家的事呢 要不要逐长城呢 要不要开这个沟群呢 开造运河呢 这个谁来做 因为就一个人来考虑自己的话 他怎么可能去有这么大的规划呢 国家整体的安全谁来负责呢 对不对 所以孟子火气很大 就用瓷兽来描写杨珠莫迪 杨珠因为他没有著作传下来 他的思想的细节我们不清楚 你把莫迪这一派人说成是瓷兽 没有人会同意 因为这一派的人他们瓦顶放肿啊 瓦顶就跟我一样 头发上面掉了 放肿是走的脚都受伤了 帮助天下人啊 连在庄子里面天下边 他提到莫迪都很尊重 他说真是一个有才华又能干 又好心的人啊 这是一般人做不到啊 那么莫迪主张什么呢 要兼爱 兼爱就是同时平等的爱每一个人 杨珠的思想不顾国君 只考虑个人利益 被孟子说成是瓷兽 莫迪的思想却和杨珠截然相反 他主张尽全力去帮助别人 可是为什么莫迪的思想也被孟子说成是瓷兽呢 即使是现代社会 墨家平等不爱的观念也在被人们广泛提倡 那么孟子认为 这种思想有什么不对吗 他认为杨珠为自己是考虑 等于是不要国家 他不要纳税 尽量逃税 反正我替自己着想 那莫迪的话呢 替每一个人着想 到最后等于不要父母亲 无父无君 瓷兽也 所以这边瓷兽不是骂人 是描写客观的现实 瓷兽哪里有国家的 没有的 瓷兽哪里有父母的观念的 也没有的 至少不是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情况 所以孟子他推到逻辑的结论 就是说你这种想法不可能普遍去应用在社会上 普遍应用的话呢 将来那个社会不成社会了 一般以为讲兼爱就是同时爱 那没有人反对你同时爱很多人 但是差别在于说 平等的爱每一个人 这就不行了 你有多少力气呢 你同时而平等的爱每一个人 那你吃得笑吗 那被你爱的人他会觉得很复杂的 父母亲就觉得你好像弄错了吧 怎么爱护父母亲跟爱护邻居的老人家一样 那父母养你不是白养的吗 那为什么邻居的小孩不跟你一样 当墨家来孝顺我呢 我们对于老朋友总是比较热络嘛 对于刚认识的人比较身份 这是很自然的嘛 那你说我看到每个人都一样的亲切 那些刚刚认识的人也会吓一跳 你干嘛对我那么好呢 那些认识久的朋友会觉得难过 怎么你怎么对别人跟对我一样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人情之常啊 你提倡一种思想 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 这种思想它有它的局限性 在孟子的时代有一个人叫做姨子 他拜托人介绍想跟孟子谈一谈 孟子都推托说他有病 不愿意多谈 因为他知道立场不一样 没什么好谈的 那这人再三去找人说 一定要跟孟子交换意见 孟子又说你跟他转告吧 说墨家认为办理商事 要以伯葬为原则 说到伯葬跟后葬 这是儒家跟这个墨家一个差别 儒家认为要后葬 而孟子有名的就是 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用最好的棺木 来为母亲办商事 所以他就说你们墨家认为 办理商事要尽量博葬不要浪费 用简单的方式来 把长辈埋葬就好了 在墨家看来 与其浪费金钱和时间 搞铺葬的葬礼 不如把钱节省下来 留给活着的人 从节俭的角度讲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可是孟子为什么 还要批判墨家博葬的主张呢 孟子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大概上古呢 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在父母过世的时候 就没有加以埋葬 就把父母的尸体呢 丢到山沟里去了 大概古时候最原始的时代 并没有葬礼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孟子想象的 他说过了几天 这个人经过那里一看 哎呀狐狸正在啃他父母的尸体 苍蝇蚊虫在上面吸吮 这个人呢额头上冒出汗来 眼睛斜着不敢正视 这个画面 他的汗不是留给别人看的 他的汗是心里面惭愧 自然流下来的 他立刻回家 拿来锄头 本机 把父母家也埋葬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孟子认为 人的所有行为 像这种礼仪规范 都是内心的真实情感 表现出来之后 一个适当的方式 来加以处理的 所以就把父母好好的掩埋了 这叫做葬礼的开始 所以这个葬礼并不是 我规定你要做 而是说你做一个人子 作为人女 本来就应该要做的 所以这说明葬礼的由来 他这一说之后呢 话传回去 遗址就说了 我领教了 代表他承认他输了 孟子说的是对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儒家的思想认为 人活在世界上 有各种规范 叫做礼仪啊 看起来有时候很铺张 很花时间很花钱 但是它的来源是 真诚的内心的情感 你不谈这个内心的情感 只看外在的话 就觉得说太浪费了 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 买这么好的棺材去买这样 买在地里面就不能用了 你为什么不替活人着想呢 你替死人花了太多的 这个东西的话 活人用力就少了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活着的人 对于过世的长辈 心中的感情 要经过这个合适的葬礼 才能够得到贫富 才能得到安顿 所以孟子就说 我宁可自己节省一点 也不能够草率地替父母 办葬礼 这是儒家的立场 所以儒家的后葬呢 绝不是外在的形式而已 而是因为说 你不这样做 就觉得心中不安 心中不忍 所以我为了让自己心中愉快 我就愿意这样好好去做 而莫家的话呢 有点违反人之常情 只看说现实的厉害关系 就是说 你活着的人需要用什么 这个先考虑 人已经死了 就不要管他的 这个违反人之常情嘛 所以莫子很强调什么 他听到一句话就能分辨 这句话有没有盲点 这句话有没有执着 因为他的专长之一呢 叫做知言 我们说过 孟子有两个专长 他认为胜过别人的 第一个是知言 了解别人的言论 一听到什么话 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缺点 有没有问题 一般人只看到这句话 讲得好不好听 他可以知道这句话 推到最后 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 你观念不对的话呢 你就会影响到 你具体的政治上的 一种这个措施 最后变成事情之后呢 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所以孟子他一方面是知言 另一方面当然是浩然之气了 所以他对于这个不同的言论呢 他有他的敏锐的判断 知言善变是孟子最大的特点 也就是说 孟子不仅善于分析错误的观点 还能够切中要害 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 因此 批判异端 也就成了孟子 一生政治活动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孟子都采取了怎样的方法 又曾经批判过哪些异端呢 我们首先要把重点放在一个比较 特别的学派 叫做农家 农家简单说起来 就是认为 每一个人都要耕田 然后才可以吃饭 他从神农市发展下来的 有一个人叫做许行 那么许行带了一批学生 来到藤国 见了藤文公说 听说你在行人政 那我希望当你的老百姓 藤文公当然很高兴 我的国家这么小 居然有一个学派的领袖 带着一些门徒到我国家来 要来依靠我 就分一块地给他 许行就带着学生们几十个人 来自己耕田 自己边炒鞋 边席子 来过日子 宋国非常简朴 结果这时候有一两兄弟 从宋国来到了藤国 本来是学儒家的 后来看到许行 这种农家的表现 很羡慕啊 为什么 因为他跟这些门徒们 感情非常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几十个人一起耕田 一起做一些出活 过日子 他们之间显然不会有什么厉害的 纠缠的复杂的关系 一定每一个人都是 我的跟你的大家都可以用 相亲相爱嘛 我们都知道你要在一个小规模的团体里面 要做到群同手足啊 互相照顾 并不是很难的啊 但你规模大了以后就会分小团体了 各种圈圈的出来了 所以这位丞相跟他弟弟呢 看到许行 就觉得说这样才对 他就放弃儒家的学说 转头的农家的学派了 他还去看孟子 跟孟子说啊 说藤文公还不够好 为什么 因为他并没有跟老百姓一起耕田 他并没有一面烧饭一面治国 他藤国还是有仓库啊 里面还藏着很多粮食跟货物啊 等于是你从老百姓那边剥削来的嘛 他这还不够好 农家提倡军民同耕 人人自食其力 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耕种 包括君主和大臣 同时排斥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 这种思想在当时 顺应了百姓对平等社会的渴望 一度深入民心 但是孟子却从农家思想中看出了问题 那么农家思想的问题 究竟在哪里呢 孟子就问了 他问的不是许行本人 他问丞相 因为丞相是从儒家转到农家嘛 孟子问他说 许子对别人礼貌称呼称为子 许子 他说许子自己耕田才吃饭吗 对的 他农家当然自己耕田才吃饭嘛 第二个 许子自己织布才穿衣吗 他说许子穿出马的衣服 不用织 就可以穿了 许子戴帽子吗 戴的 戴什么帽子 白仇做的帽子 孟子问 许子至于织的吗 不是的 他为什么不至于织呢 这样会妨碍耕田 这一次你就知道说 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你既然要戴白仇做的帽子 那你靠粮食来换 那别人就替你做帽子 就没有时间耕田了 那你耕田的是对的 那别人做帽子是错的 那你干嘛跟他换帽子呢 孟子就这个意思啊 再接着 说许子烧饭用锅子吗 是的 锅子是他自己做的吗 不是 就换来的 他耕田用锄头吗 是的 锄头是自己做的吗 就换来的 那好了 你种的粮食 跟别人换锅子 换锄头 换帽子 别人都不对 因为他没耕田 那你怎么可以这么武断呢 对不对 那我耕田就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你为什么不通通自己做 从家里面拿来用就好了 何必跟别人换呢 那人就说了 他没时间了 耕田很重要 孟子就说了 他说一个人身上所用的东西啊 要各种工匠的努力才能齐一倍 比如说我的眼镜 我要自己做的话 说明做个半年也做不出来 尤其近视也那么深啊 你哪里有这种设备呢 那我穿了西装 我说不行 我要自己做 说明做一年还没做好 那皮鞋呢 就让你找皮呢 所以一个人身上的东西 如果都要自己做的话 等于让天下人都在路上奔走了 每个人都跑来跑去找材料 到最后通通做完毕的时候也老了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所以代表这个农家的立场有问题 你只认定耕田是最好的 最重要 因为他很直接的民与实为天嘛 我直接耕田产出来这个粮食 我吃了 是最直接的 那别人他没有直接做 他做瓦匠 他给你做锅子 他做铁匠 给你做锄头 让你可以方便去耕田去生活 让你说他不对 这个显然是强词夺利 所以第一个重点是 要提醒农家 必须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才能够让每一个人 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嘛 所以孟子讲了一大段 说你这个人儒家不学好 居然去学了这个农家 这理论根本行不通的 但这个人还要抢遍 丞相就说了 他说可是按照我们农家的办法 还是有优点 什么优点呢 他说市场的价格啊 可以比较单纯 比如小孩子到市场上去买东西 不批丝绸 长短相同 价钱就一样 麻线丝棉 轻重相同 价格就一样 五股呢 数量相同 价格就一样 鞋子大小相同 价格就一样 他墙角之后面都一样 农家主张同类物品相同价格 这样 人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价格上被欺骗了 农家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 构建一个人人平等 同手无息的社会 毫无疑问 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 孟子为什么还要对农家进行批判呢 孟子就问他说 他说物品的差别啊 是本来真正的情况就是如此嘛 我现在说 只要是石头 价格都一样 那石头有石头有玉石还有钻石啊 那价格都一样的话 那这个难以想象嘛 天下人都被扰乱了嘛 毕竟你说 鞋子大小一样 尺寸一样 价格一样 那谁会做那种比较精致的鞋子呢 每一个人都做那种最简单 最粗糙的鞋子 反正价格一样嘛 他说东西的不同 有的差一倍五倍 有的差十倍百倍 有的差千倍万倍啊 所以说东西一样 轻重一样 长短一样 数量一样 价格就一样 这样小孩子去市场不会受骗 那你就为了小孩子不会受骗 就要让这些东西都一样 那天下人不是都 没有人会认真的去 做他的工作嘛 因为他跟他所付出的劳力 不均等嘛 所以你看农家居然有这样一种想法 他用心是对的 我们常常讲同手无期啊 但是你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这是农家 孟子跟农家辩论了 很容易就使农家站不住脚 无法再发展了 那另外还有什么异端需要批判呢 有的 一个当然是宗恒家嘛 宗恒家就是像我们最熟悉的 抒情张仪啊 合纵连横啊 这些人口才很好 所以就有人跟孟子说 这些人是大丈夫啊 他们一生气 诸侯就很紧张啊 为什么 他一生气的话 可以联合各国来对付你啊 就诸侯都怕他的 他们这些人坐在家里面 没事过日子 天下就太平了 这不是大丈夫吗 让别人对他们很重视啊 孟子说 这不算大丈夫 他们只是看着别人需要什么 在夹缝里面求生存嘛 顺着这个对付谁 在这里面耍手段嘛 算什么大丈夫 所以孟子就因为别人提到这个问题啊 他特别讲了一段话 传颂至今啊 什么叫大丈夫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疑 威武不能去 此之位大丈夫 就是说孟子以后才发现这种 人格的挺力 他的价值啊 有无限的尊严 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啊 富贵了 就开始沉迷在享乐里面了 一贫贱了 就放弃改变了志向了 威武一来就屈服了 但是孟子认为 在三点做到 你能够三个步都做到 才是大丈夫 而不是那种在中间啊 利用各国的行事啊 互相取 取一个利益的 不是为那个 那怎么能算是大丈夫呢 所以他对中文家是不屑一顾的 如果这些人呈口舌之力 今天说你好 明天说你不好 今天说这样对你有利 明天说这样对你有害 都是三寸不耐之时而已 另外呢 孟子当时也有一些人是 脑袋很奇怪的 有一个人叫做白龟 白龟这个人啊 他跟孟子说 我治水的本事啊超过大雨 你看我们都知道大雨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累得不得了 庄子描写大雨 用一段话实在是很刻薄的 说大雨是累的 小腿没有毛 大腿没有肉 哎呀讲了好几次 所以这么辛苦的大雨啊 最后把这个洪水治好了 居然来一个人叫做白龟 他说我治水超过大雨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 雨为降服水患 是百姓在外治水十三年 三过家门而不入 终于到洪水入海造福百姓 也正因为如此 雨受到华夏子孙的世代称送 可是白龟居然自称 治水的本领超过雨 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那么白龟是怎么治水的 孟子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孟子怎么说 他说你错了 大雨治水的时候 是把四海当作低洼的水坑 把这个水导入四海里面 你治水是怎么样呢 以灵为祸 把灵国当作水坑 你这边筑起墙来 把自己的水排到灵国去 让灵国淹水了 你这一国没事 这怎么叫治水呢 那别人也跟你一样 到最后互相淹来淹去 这什么叫治水的本事呢 所以代表当时有很多人 各种做法都有 各种想法都有 而孟子不厌其烦的 有机会就加以批判 加以导正 譬如他在齐国 待的时间比较长 有一个人在齐国 名声特别好 叫做陈仲子 孟子说 陈仲子这个人 在齐国念书人里面 你要选的话 他当然是巨步 我们今天讲巨步 大拇指 就从这边来的 就是在学者里面 什么人是大拇指啊 谁是巨步 他说陈仲子 但是陈仲子的连结 不值得学习 他怎么描写陈仲子的连结呢 他说陈仲子这个人 也是齐国的世家 在齐国是有这个 贵族身份地位的 但他认为呢 他们家祖先 这个身份地位 不太合理 他就不要 他哥哥呢 就接过去了 他哥哥就变成是富贵人家 他过得很穷困啊 孟子怎么描写他 他饿得头昏脑脏 昏迷了很久 然后呢 最后捡到一颗枣子 已经被金龟子 吃了一半 他把枣子拿来 咬了三口吞下去 眼睛才张开来 这实在是太惨 这样才能活命啊 活命之后呢 有一天 他带着太太 回到母亲家 因为母亲跟他哥哥住在一起 他自己住在偏僻的乡下 等于是住在很简陋的地方 过简单的生活 这个时候呢 有人送一只鹅给他哥哥 他哥哥是 也算是有官位的 有人送礼啊 很正常嘛 他一看就生气 他要这种鹅鹅叫的东西干什么 他哥哥也不理他 隔了几天啊 他母亲就叫人把鹅儿杀了 煮了饭给他吃 他就吃鹅肉 吃了一半 他哥哥回来了 他哥哥说 你在吃什么 这又是鹅鹅叫的东西的肉 他一听了之后呢 立刻跑到外面把它吐掉 你看这不是很连结吗 代表说你这个鹅 是别人说不定是贿赂的 那是来路不明 所以呢我是不吃的 但是母亲煮好的菜 你也不能分辨是怎么来的嘛 所以代表我很连结 知道之后呢 立刻吐掉 清正连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历来连结的人都会受到百姓的称颂 因此陈仲子的连结 也同样被当时的百姓传为佳话 可是唯独孟子认为 陈仲子的连结不值得学习 那么孟子为什么要这样说 陈仲子坚持连结 有什么不对呢 孟子怎么说 他说你这种态度也太过头了嘛 你怎么知道你每天吃的东西 是好人种的稻子 还是坏人种的稻子 你怎么知道你住的房子是好人盖的 还是坏人盖的 你如果一定要这么连结的话呢 那你回来世界上简直无路可走了 他说只有蚯蚓 才能够做到你这种连结 蚯蚓我们知道 在地底下吃泥土 上来吸一吸泉水 他什么都不需要拥有 非常连结嘛 所以孟子就讽刺他 只有蚯蚓才能做到你这种连结 所以一个在全国被称为最连结的人 在孟子口中啊 变成一种拘泥 执着 很顽固 只坚持某些原则 而不照说去变通的人 只看到小的地方 没有看到大的格局 好好一个念书人的人才呢 就这样子恐怕糟蹋了 埋没了 当然我们对这样的人很尊重啊 但是他观念为什么不能够调整一下呢 所以儒家的思想为什么可贵 他有变通 我们将来讲到孟子的辩论技巧 各位就知道 他怎么变通 他变通绝不是说 好像是墙头草 我都要给自己找理由 儒家不喜欢找这种 伪善的理由 就是我做错了 我来找理由找借口 这没有必要 但儒家很强调什么 守经答全 我坚持原则 但是要能够变通 你如果不能变通的话 人间的事情没有重复的 从前这样做是对的 今天这样做不一定对 因为环境变了 情况变了 但是你原则来自于什么地方 真诚 我对于原则的了解跟坚持 这是不能变的 不能有事好妥协的 所以像陈仲子也受到批评了 再看郑国的职产 职产在孔子心目中 是一个君子啊 孔子很称赞郑国的职产 说他是一个难得的政治领袖 但孔子怎么说呢 他说职产不太懂得政治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啊 帮助别人啊 用他的车 载他们过河 比如说你当一个宰相 上班途中 看到有些老百姓啊 过河的时候 没有桥可以过河 又抬着很多货物 该怎么办呢 这个宰相很好心啊 就说好 我的车借你们 有车子 有轮子啊 上面比较安全啊 载他们过河 孔子说你这样就不懂得怎么样做宰相 你如果十一月就把行人走的桥盖好 十二月把可以通车的桥盖好 老百姓就不用担心怎么过河了嘛 对不对 你如果看到每一个人都要用车载他过河 那你当什么宰相 你就负责过河 做一个帮助别人的小事的人就算了嘛 你把桥全部都照好 你一个宰相出门的时候 叫别人回避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都有桥走 他不会耽误时间嘛 而你宰相做的是公务啊 是重要的事情 别人愿意配合的 你如果想讨好每一个人 时间怎么够用呢 所以可以看到孟子 他在很多地方都要分辨 什么思想是有问题的 什么行为是有偏差的 他分辨的非常细致 我们看到墨家 农家 纵横家等思想 之所以存在问题 关键在于他们的主张都过于极端 没有全面辩证的看待事物 孟子认为这些极端思想就是异端 也正是由于这些异端思想的存在 才导致天下大乱 因此孟子对这些异端进行了激烈的批驳 最后我们要问 孟子的批驳有效果吗 傅培隆教授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思想的呢 我们最后要问一个问题 他这种批判有效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没什么效果 因为人们喜欢听一些新奇的言论 儒家思想的特色在于成先起后 我们以前在学习古代思想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在美国念书 就有机会看到外国人怎么看我们的古代思想 这叫做旁观者清 外国人有时候他因为跟我们有距离 他看得比较完整比较透彻 他们就用三句话来描写 古代思想的三大派别 他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呢 墨家最保守 道家最革命 儒家最中庸 三句话 这三句话不容易了解 第一句话我们说墨家最保守 为什么 我们今天谈到墨家思想 只简单谈到孟子里面的墨家思想 你真的看墨子这本书的话 就会发现墨子真的很保守啊 他强调天智天有益智 强调名鬼 他要把鬼的道理说清楚 简单说来 如果你做坏事 他说天会罚你 怎么罚呢 鬼会吓你 所以在墨子书里面讲一些鬼故事 让你知道说你做坏事是吗 鬼要对付你了 你做好事的话神给你祝福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古代的思想 认为上天赏善罚恶嘛 很保守 相对的你说道家很革命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道家不是顺其自然 不争无为 怎么会很革命呢 一般想象的革命都是手段激烈 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啊 但是在外国人看来呢 认为道家是很有革命心的 怎么说呢 他把天给革掉了 换成道 有道理 我们刚刚讲到保守 墨家强调天智 天的意志 道家革命 把天放在一边 上有天下有地 叫做自然界 真的重要的是道 这不是很大的革命吗 没错 而儒家是中庸的 叫做成先起后 把你过去周朝的周公的这种思想 礼乐的制度设法接过来 成先起后开展出来人 仁义的人 让你真诚由内在产生情感 再用礼乐来外面的配合 这一来的话就变成有缘有本 整个生命可以重新稳定 因为孔子面对的时代 后面孟子所面对的时代 也是类似 就是礼坏乐 天下已经乱了 没有秩序 没有规矩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行善必恶呢 儒家整个的秘诀就在这里 他说因为人性向善 所以我的行善必恶的动力呢 是由内而发 我只要真诚就发现 力量由内而发 这一点掌握住的话 后面礼乐可以重新得到基础 得到根据 人的社会的安定 就变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孟子他要正人心习邪说 让人心走上正路 所以我们谈到孟子会发现 儒家有一种特色 就是为真理而变 那道理说 你怎么知道你是真理呢 你从不同学派来看 说不定认为 你这个也不见得对啊 所以在这里就要配合 他其他方面的观点来看 最主要的是 一种学说提出来之后 要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懂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 所以我们今天介绍 孟子的批判异端的想法呢 有这些资料可以参考 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为了宣传儒家思想 孟子经常同其他学派 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可是关于孟子的口才 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孟子善变 也有人认为他诡辩 那么孟子的辩论 到底是不是成口舌之能的诡辩呢 孟子的能言善变 对于推广儒家思想 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请继续关注台湾大学著名学者 傅培龙教授 为我们讲 孟子的智慧 辩论的目的